港鐵唐文田站有扶手電梯冒煙 沒人受傷 多架消防車到長街壁 警方在早上10時接到港鐵報案 華河文田站往條警兩方向月台 一條扶手電梯冒煙 消防檢查後沒有發現起火 交由港鐵維修人員跟進和調查 事故中無需疏散乘客 沒人受傷 列車服務也沒有受影響